所以我們如果從回來 美國是一個強勢指標 大陸是一個弱勢指標 在這個中美貿易戰當中 當然現在你看 我剛剛講的像胡萬剛 他還是態度很堅定 但是你從資本市場來看 他非常弱勢 你看到溝董的鴻海 包括富士康、富士康、工業複聯 我看那個跌幅都很可怕 所以我們來怎麼看這個 你剛剛講的強勢、弱勢 那台股借於兩者中間 我們到底怎麼走 其實這次台股 他這個整個幾乎是非常激烈的 這個跳空 帶大量、長、黑、跌破、大頸線 對 660年是重要的 你在看 如果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的話 這個你跳空缺口能不能回補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 我們在看 那麼大的一個跳空缺口 要一次回補 難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現在我們在看到 其實對整個中期的幾個比較大的因素 有好幾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中美貿易戰 就我們講的 中美貿易戰我覺得 最大的問題是信心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已經開始 比如說汽車這種 這種永久性的消費財 它這種已經開始 這個越買越少了 對 那我在看 那個股價最嚴重 你看東風汽車跌了快80% 對 一氣下力得氣自己 這個是其實 那個很可怕 極力也是 這個是對於很多人來說 因為汽車它不是說日常用品 我可以不換車 我就不要換車 我可以延後遞延我的消費 那這裡面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再去看 最近有一個很大的警訊 這個可能比較少人關注到 大概在今年6、7月之前 全世界的8吋晶圓廠是蠻窄 對 你要產全部都要不到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去book 車用電子 全部都用8吋晶圓 現在你如果去這個市場上問一圈 其實8吋晶圓的這個產能 全部都鬆掉了 對 為什麼 因為車用電子 你車子賣不出去 怎麼會需要車用電子 那麼我現在講回來 就是貿易戰這裡有幾件事情 跟台灣比較有直接關係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這些關 因為這個社長之前也提過 大陸出口 10大出口企業裡面 有8家是台商 那麼關稅打的話 當然就是直接會打到 這些出口的台商 那麼這些台商顯然必須要移轉生產線 如果從大陸出口的話 是不行的 那麼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從大陸的一些零組件 運到台灣這邊 從台灣這邊出口美國 來避開關稅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會有 這個最近現象非常頻繁 對 貼台灣的牌子 對 這樣會有一個問題 我講毒藥丸這件事情 社長剛才提到 跟墨西哥簽的時候 塞進這個毒藥丸條款 就是如果你跟非市場經濟體 牽制於貿易協定的話 美國有權退出這個新的協議 然後再用這個來把加拿大也綁進來 之後要來綁歐盟跟日本 那麼這個毒藥丸條款 它的基本邏輯就是堵漏洞 避免你透過轉口貿易 來避開這個關稅 如果沒有堵漏洞的話 整個關稅就等於白打了 中國可以透過很多淤毀的管道 間接還是可以打到美國市場去 進入美國市場 那麼這個堵漏洞裡面 歐盟跟日本最後都會選邊 就是美國等於要大家選邊 所以他會加入這個美國這邊 但是有一個地方 他就會變成一個大漏洞 就是中國可以把東西送到這個地方 再出國美國 這個地方就香港 那所以美國到最後 可能要堵這個香港漏洞 現在已經在打香港的匯率 跟他的那個股市 他的匯市股市 現在承受很大的壓力 因為美國這邊在進攻 香港的那個匯率制度 還有他的那個股市 那問題是馬上就要去講 問題是這個邏輯一樣適用台灣 所以如果美國要堵漏洞 香港這個漏洞的話 一樣的邏輯 他也要堵台灣這個漏洞